一片泥黃色髒水 地上紙箱全都遭殃 這家位在大理的五金行 會淹水不是因為颱風下雨 竟然是因為台中公武亭二 覆水時自來水管線爆裂 珍貴的水資源都流到地下室 變成廢水 前一天就知道有漏水 然後是隔天早上下去拿貨的時候 才知道淹水淹得這麼嚴重 然後才趕快 在前一天有叫他們來 下班的時候有叫他們來修 可是沒有人來 然後隔天早上淹水淹到這麼嚴重 所以又打一次電話才來 水深最高淹到腳踝將近40公分 還好淹水當下第一時間 就把安全帽及其他高價物品 移上樓 虧損不大 我們是帽子損失是不多啦 我們是不多 但是就是真的忙到 我兩個都忙到 一直搶救腰痠被動 真的 明明正在缺水 台中圈漏水漏到要賠償 水公司貨爆後也已經派員開瓦搶修 但出現爆管的還不止大禮 同為泄水甲區 潭子區中山路中央分隔島 白花花自來水也流個不停 讓民眾看了真的是好心疼 在附水的過程中可能就是說會有空氣剛好擠在擠壓在那個地方會造成 或者是它因為管線 因為一方面也是管線老舊 再一方面可能之前的重壓 坐車的領壓 這些其實或是地震的這些其實中整因素我們都要考慮 會加強我們這個排氣 附水的時間拉長 所謂拉長但是並不影響民眾用水的權益 原來是因為附水前管線內的空氣沒有先排出來 管線受到擠壓才會造成爆管 而管內的空氣也讓部分住戶水龍頭一打開全市泡泡水 缺水危機還沒解決 附水問題有一個接一個浮現 黃毅新聞 紅石城 蔡宇智林嘉倩 台中報導